妳看在我前夫愛妳 比愛我還多 我不在乎 妳看在我前的婚又離婚 所以難怪妳會離婚 因為妳真的很討人厭 哈囉 她可以說她喜歡妳 但她不能講 她喜歡妳超過我 怎麼可能喜歡我超過妳啊 有可能啊 因為我真的很帥 她很帥又很高 而且比妳先生還高耶 比妳高分 191啊 太高了啦 太高了 重點是我跟我老公感情很好 對 妳怎麼會 191的人大機會呢 妳有沒有覺得離了婚之後 反而兩個人的關係 還變得更好 我是這樣 因為我在她是我先生的時候 我會要求她必須非常愛我 我有做一些事情 可是一旦她只是孩子的爸爸 跟朋友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就可能很放鬆的聊天啊 什麼之類的 就比如說 如果她是我的先生 她說小S 她很喜歡小S 其實我會生氣 我會說 在妳眼裡只能有我 可是如果她只是我 妳以前是這樣的人 不是耶 我思想 所以妳在一旁很大方地說 我老公很喜歡妳 其實妳是在裝大方是不是 沒有 就是 就是我 我 她可以說她喜歡妳 但她不能講 她喜歡妳超過我 怎麼可能喜歡我超過妳啊 有可能啊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妳 什麼啊 那還想哄自己 什麼啊 什麼啊 可是畢竟她現在單身了 她也有可能會來追妳 對那妳不是 可是我 對啊 我知道了 她帥嗎 她滿帥 我跟妳看照片啊 妳幹嘛 妳還看照片啊 她很帥又很高 而且比妳先生還高耶 好 比妳怎麼分 191啊 太高了啦 太高了 太高了 不是 重點是 我跟我老公感情很好 妳根本為了 191還不在乎 我為什麼在後果 對啊 覺得妳說醫美 我們是會常常去做 沒錯 但是 第一個要花錢嘛 第二 有些東西不能 就像妳打肉毒 有一個風險就是 打的量 但是如果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 像我自己有戴 是可以跟醫美 有一樣效果的 我自己反而是非常推薦 臉罩嗎 就不要靠近臉的臉 臉不見為敬 我沒有啊 我沒有 就是如果說啊 很多年沒有付出了 然後付出的時候 有一些媒體就很壞 會批評說 超級大臉有點腫 其實 妳幹嘛捧刺我啊 對啊 對 答對 答對 對 你不上了 計算不下去了 小S 我給妳這一支 妳用完之後 臉馬上就會瘦了啦 真的 我明明就已經瘦了對不對 對 好接受 妳看在我們 十五 六歲就認識 所以我沒在乎 妳看在我前夫愛妳 比愛我還多 我沒在乎 妳看在我結了婚 我更難怪妳會離婚 因為妳真的很討人厭 可是我雖然很討人厭 但妳不得不承認 我現在臉有比妳V一點喔 謝謝 你感到真的喔 我是真心跟妳分享 妳要不要聽聽看 我不想聽